中华民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 农委会最近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 在农业研究领域上正式建立合作关系 国际水稻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代 总部设在菲律宾 草创初期台湾派出多名农业专家贡献专长 其中中央研究院院士张德茨 在这里研究稻米品种改良长达30多年 建立稻米基因库 现在已经收集到世界各地12万4千种稻种 规模堪称全球最大 农委会表示台湾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 双方都能获得有关稻米的最新技术和知识 创造双赢 如果我们能够借由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把我们的知识贡献出来 然后可以扩起到所有这个其他地区的人 那也可以从这样一个机制 获取最新的这个有关稻米研究技术 这样是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双方在稻米的研究 开发品种的改良 人员的交换 都今后在2016开始 会密切的加强合作 祝菲代表更指出菲律宾本身农业条件家 土地肥沃 气候温暖 台湾则拥有人才 技术与其他资源 双方合作 潜力宽广